经过了漫长的争论之后 欧盟27国终于一致同意对土耳其进行集体制裁 土耳其究竟为何惹怒了欧盟 欧盟此举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北约是否会就此分裂 近些年来 土耳其的野心引发了大量国家的担忧 甚至是与之属于同一阵营的北约国家 自从土耳其开始武装干涉叙利亚局势以来 埃尔多安的种种做法不仅被俄罗斯和叙利亚抨击 就连美国也对他们没有好脸色 从2019年开始 土耳其又将自己的出手伸到了利比亚和东地中海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纳卡冲突中 阿塞拜疆也是凭借着土耳其的支援才打赢了这场战争 土耳其想要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渗透到高加索地区的动机 已经十分明显了 毫不夸张的说 土耳其几乎是将自己所有能得罪的国家全部得罪了一遍 在土耳其与俄罗斯进行S400远程防空系统的交易之后 美国就开始对土耳其进行了单边制裁 不仅让他们拿不到F35隐身战斗机 还使得土耳其主要货币里拉的币值暴跌了40%之多 在美国之后 欧盟也终于决定对土耳其痛下杀手了 根据法新社的最新报道 就在日前欧盟27个国家经过了艰苦谈判 终于克服了分歧 一致通过了针对土耳其的制裁措施 欧盟方面制裁土耳其的直接原因是 土耳其的勘探船在与希腊和塞浦路斯的争议海域持续作业 搅乱了地区局势 不过即使制裁决定已经做出 但相当一部分欧盟国家对策还是十分犹豫 比如德国担心土耳其移民会因此给国内局势造成动荡 要知道目前土耳其移的移民已经成为了德国移民人口中 规模最为庞大的团体 除此之外 意大利和土耳其还存在广泛的能源合作 而不少东欧国家则将土耳其视作抵抗俄罗斯扩张的堡垒 因此欧盟国家将会在明年三月份再评估一次这份制裁协议 以换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仅仅是因为土耳其和希腊塞浦路斯的争端 制裁了安卡拉方面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欧盟对土耳其已经彻底忍不可忍的体现而已 在利比亚争端中 土耳其海军的护卫舰在地中海上 甚至直接用火控雷达锁定了法国海军的舰艇 在叙利亚问题上 土耳其对于库尔德武装的不断追打也是欧盟不能接受的 在纳卡冲突之中 土耳其无人机一手摧毁了亚美尼亚的装甲部队和防空系统 事后竟然向伊朗提出了领土要求 欧盟27国深知如果不再给埃尔多安的野心以迎头痛击的话 未来土耳其势必是大祸患 不过自从美国针对土耳其展开制裁以来 在四年多的时间之内 埃尔多安从来没有做出过让步 更何况27个欧盟成员国有21个都是与土耳其同属于北约阵营的国家 再加上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合作正在不断加深 未来土耳其退出北约并不是没有可能 一旦那样 北约的南方防线将会被俄罗斯撕开拒口 其将会迎来彻底的分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